大家好,回到即市攻略這個環節 繼續我和Stanley在 大家好 市場好一點,A股到勝販 本身,剛才心情指味,我們剛才說4%下來 看到好像有些錢進入 但是在新聞上,有沒有特別講到發生了什麼事 都不用講了 都是國家隊進場 是國家隊進場 看到我們收市之前 剛才11點收市那段時間 就是我們原節目那段時間 看到我的市場好像有點大 不過下午回來的時候,就更加之勁了 創業界上升了2.4% 有些跨的,因為今早上的時間 其實都堆了下去 今早上最大是1.4.8.2 1.1.5.8.2 升了差不多1.8點上來 傳入的波幅是7% 那是挺誇張的 港股也是的 港股比A股沒那麼錯 因為今早下跌也不算跌得太多 但其實成交真的很不知 點半都是600億左右 現在如果國家隊進場 不知道下午會不會好一點 活躍一點 A股那邊好像好一點 但我覺得現在有個感覺 就是A股一隊 就好像有些資金買上去 是啊 但這個情況 你有多少錢都可以擺出來呢 你單靠這件事 其實你真是 還是那兩萬億來的 是嗎 至於兩萬億 但如果市場純粹的玩法下去的話 那都不玩了 楊霞說開紅仔 嗯 很難說 因為第一個市場的成交量 現在這一刻都不可以說 其實它下跌下來 成交量是大了的 可能因為始終見到A股這麼凶狠 可能那些平倉盤 我覺得是速度來的 但是 大家都明白 如果你說A股那邊 純粹是靠一些 我可能叫它靠一些國家隊的入場 當它們一收那一刻 市值格就會不同了 所以你現在要想 究竟這些資金 就是國家隊的資金 可以撐多久 如果你覺得 都是可能撐一兩天貨幣 或者是 所以我之前的邏輯制 其實你當作短炒 你當今早的時間 你看到它彈上來的時候 你又有些牛仔博一下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但是現在博紅 你又變成要博一下 究竟是否那些 國家隊的資金 可能稅完上來之後 有它又負責回到它一會兒 又不到你才會出場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買紅仔有一點是 什麼的 是冒險的 但是問題是 你買牛肉 怕它隨時收手 所以市 你說好還是不好 你純粹那個指數 你可能當它現在叫做跌定了 但是記住一件事情 跌定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要托市 托市就變成它純粹是 叫做一些大的股份 只是大價股 其他一些股份 其實完全沒有什麼受惠的 是真的 又是不需要那麼差的 但是這樣的情況 變成了你問我的 現在這一位 你用什麼好做 除非你送個市 就要升 我就覺得一下子應該有一彈了 應該可以了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call也好 put也好 有紅也好 都似乎都真的不直播 但是你試最黑人真 就變成好像 你是 都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就好 就是很無奈 你什麼都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做 因為都是要等的 反而我覺得下一個策略 如果你看了這兩天 A股賺下去之後 就會資金進場 可能玩A股的指數更好 是不是 如果一賺得多 我就買一些薄反彈的東西 反而港股 你今天這樣 其實波幅不算太大 反而A股波幅大 但是A股那邊也是有些問題 如果你假設牛股很簡單 你定義它多少 賺多少位置要買反彈 這兩天好像都是賺3-4% 就好像5 但是它不是 2% 突然間它跌多了 A股有沒有這些牛紅 A股沒有 A股沒有 最多都是賺什麼2-8-2-2-2-3 如果這個波幅的話 你變成要想一下 你可能給一個quitee給你自己 可能每逢見到跌5% 你可能入手的 4%就入手的 就是賺這兩天 你賺他可能 因為你不會這麼 Exactly 4%就有些難反彈 但是你賺他可能輸多 一成 我只虧 你要定義一些策略 因為其實沒有 可能今天有隊4個 明天有隊5個 後來有隊6個才出手 你真的不知道 是是是 但你說這樣賺掉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有這個概念 賺法的話 因為看了兩天 他都是這樣玩 他好像忍不住了 一隊3%就開始爬底了 就拿錢出來 我受不了 如果你的股票這樣 楊太太厲害了 一切一切都不同了 所以楊太今次不要不開心 真的 不要不開心 但我覺得都好的 起碼肯出手 但就是想知道 第一 A股的成交如何 我想知道大約他拿了多少錢出來 現在的成交 1.8算多的 算多的 對 上陣3千多 6千7到 算多的 3千多和3千 不是 6千7 當你最近的時間看的話 算多的 因為我都很常幫著他成交 這個時間6千7就算是多少 但問題是 如果我拿2萬億來除 我當他每一次拿2千億出來 都是玩多10天 我去可能有賣有菇 沒什麼的 但只不過 記住一件事 如果他托這些 托市的話 就純粹大價股 你會變得中移動 譬如油股 我就會OK 有些銀行股 托的話 所以大權重 你見創意本 A股那邊 創意本清晰 升哪一件事 是靈德時代 一定是權重的 所以這個現象 你只會說 加了一些大價股 你會感受到那種 托市 對 但其他那些 你又完全感受不到 他們變成純粹氣氛 可能有些 錢買多一點 所以大家 其實我覺得這一轉 真的 是比較 鬧鬧的 你要博士彈 或者是你要找方向的話 其實都很困難 因為你流氓蛋 就是那個情況 跌下去 你就知道會有一些資金托住 但是升上去 你就知道市升不起 現場就只有拉鋸 真的托 他都是托到平手 不跌 但你說大升其實都不太 單靠托市 市升其實是很困難的事 很困難 因為市升 最好是怎樣呢 他自己會升 什麼意思呢 你的資金越來越壞 那些錢衝進去 這樣就OK 但現在你不是 信心問題 是啊 但是 小牛當然不行 差很遠 差很遠 怎麼會叫小牛 這些可能也不是窩牛 馬上就沒有了 是啊 所以楊太太覺得對 這轉眼比較少玩殘 嗯 沒辦法 很簡單 你見今早開市那一刻 其實因為 當市的成交量那麼矮的話 其實真是個方向 其實你個別股份理解也好 其實你很難去判斷它行不行 第二次可以說 在沒有成交 甚至大家入市意義很低的情況之下 市堆下去 你根本都不知道怎樣接 但是換算了 這個市現在叫做好一點 那這些大價錢就打爛了 但是 就不知道有什麼時候 這些其實都挺考人的玩 真的話說 老牛 感覺不到 拉不到 真的感覺不到 不是啊 Iron覺得對 托市只不過是跌慢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 都不是跌慢一點的問題 托市是令你個市其實有一點點 反過來 其實你想想 所有的資金真的不拿走 到有一刻 下去的時候 其實市都會下去 所以現在 大家才可以看 真的沒有 你有沒有一些 或者這樣算 再多一點的時間 找東西走 嗯 是啊 真的這樣就算了 原來剛才美團升過5% 是啊 但這些 是突然爆上去的 不是很好笑嗎 我試過升級 我八幾二百幾 我試過一下 二百嗎 八幾二百 一百七十幾 好像是 是啊 嗯 所以真的 所以 那個市有些 所以 所以 不是 這個是剛才 說的 那些大 我們行的大客 現在都是不長渣的 就是 它是純短炒 真的是純短炒 美團 升到70% 可能我們買個量 不過都不是 大客也好 也都很難 短炒也很難 因為為什麼呢 就算你大介戶也好 你那些買賣盤也不特別 真的好活躍 嗯 如果我還沒斷 我的機器又 全都關掉了 是 不多的 十幾K 對 十幾K 還有 最慘你掛出來 當你掛 掛菇 你掛菇 一萬菇 好似很多 但是大戶的話 一萬菇很少 六十多萬 你想想 到時候你要走破菇 那不容易 真的 所以就算你大戶也好 其實 你說一些大戶 可能每秒幾十萬 一百幾萬 你想走破那一刻都還沒走到 所以你賣 就買得未必太大 那你變相之下 又是差很遠 嗯 說美股 金金金 你想說美股哪些 金金金 你想說美股哪些啊 金金金 說過一下 又不會說很詳細的 因為美股都不用我說了 美股都是升的 對不對 你想說些什麼 金金 說美股好過 是啊 大家有沒有玩些美股論 反正我想知道 美股論 剛才吃飯 真的想知道大家 喜不喜歡玩這些 其實 說一下這些 過了 過了 大家看看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有美股 我覺得 我想會多 怎樣說呢 其實 你也不知道 你是指導還是過股 過股 過股我覺得是有吸引力的 不過剛才你是 但是你 真的是 真的動的時候 你沒得炒 可以玩開 你猜的人 其實你會看著 其實美股波幅大 甚至乎 你說可能 你用一些日本股去計 我當你NVIDIA NVIDIA 其實你即日炒的波幅 都可以很大 所以你說買卵 你還要是第二招 你才可以發現 是啊 這個其實是有個問題 你不止指數 你指數還可以有個 期貨 是 過股 所以你應該找一些產品 是類似的 我不知道 純粹那個 你有沒有想 你有些東西 可以追蹤著一些 可能是OTC 或者甚至乎 你可能 自己有個 可能有些東西 追蹤著的 那些美股的東西 可能是自己的分 你會追蹤著它 你會通過妙去轉 因為你追蹤著 過股美股的話 其實你真的 你是夾眼的話 其實我為什麼不願意炒 是啊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時差 是啊 真的 所以 是差一點的 但是指數是可以的 其實指數 你用回亞太時短 這個時短 都有一些trade 還有特化消息的話 都影響到那個 期貨價格 這個就OK的 過股也真的難一點 還有過股的話 其實你出一些很短期的論 但是你應該是牛熊 沒有出論 沒有牛熊還未得住 是啊 為什麼要那些呢 因為那些 其實你剛剛當你 可能你當是假設 你業績期會出這些 業績期出這些 又挺好玩的 是的 無論如何都過夜 你薄和薄 你薄和薄 業績會出來爆 你可能不買房子 不買房子 OK 但是平日的話 真的難 嗯嗯嗯 好 你先聽大家的意見 怎麼了 又說什麼 又說什麼 剛才吃飯我們都說 今天全部我們做的直播 無論是我們台也好 出片台也好 每個人都在說美思 我當然是真的 但是怎麼說 你再說一句 我剛剛看過她的記者會 我沒有看 她說什麼 楊雄 她說什麼 出45分鐘 她說什麼 下半場 然後看到什麼 最好十分鐘才知道她什麼 她不出 她不出 我常常想 只是挪出問題 如果你是去簽 你簽了東西的 45分鐘 她要出場 下半場 一開播那一刻 你見不到她出場 還有什麼呢 噢 你記住了 對 挪出問題 你見到她不出場 那你覺得什麼呢 你在看播 沒有啊 還是你做什麼 那一刻 你不出場 嗯 我覺得沒有了 你現在不斷 記者會做什麼 你現在記者會跟我說 其實條款有寫的 我們就會撤掉它 1600萬的贊助 如果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告她 是啊 告她 不要想告她 你告合約 告她 是啊 我覺得你既然合約精神 你覺得她現在 當她為了約就告她 沒有啦 是的 1772全賣了 自賭了 是啊 知名 如果那個遊戲 自賭了 6.8 如果是 你7元買的話 你先看一會 但是 如果那個battle的遊戲 6.8都輸了 都自賭了 沒辦法 因為這一下 今早的事實在太壞了 但你不是說 你對手是2.69嗎 對手 那兩個都輸了 對手都輸 就是沒有人贏 OK 看看有沒有其他人贏 但是沒有 好吧 現在回到九號幾 嗯 不過算了 其實可能美斯 我都覺得美斯 是不是不太想來 做這些表演 其實她下機那一刻 大家有留意的話 她都黑了臉 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有些事情 可能有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 都是 但是已經這樣就算了 因為很多人生氣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吃花生 因為我沒有買票 我都沒有買票 全部都是吃花生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難說 今天有些朋友 大家Whatsapp group 都在聊這個問題 有時候轉 你究竟是 你純粹去看美斯 叫我怎樣 在你面前表演 還是怎樣 我覺得都很可能 那些人入場是這樣 但我覺得 你每天喜歡一個人 還是純粹想去 你面前 表演一下他的球技 如果你真的喜歡他 他下不下場 你還是喜歡他 一來 二來就是 如果你真的喜歡他 他真的有傷 真的假設他有傷 你都不想他 你都不想他 我真的 看你的想法是 你的心態是怎樣 但是我又明白 你給了這麼多錢 下去 踩一張票 你當然想他出來 可能在你面前 可能在你面前 但是 這個問題是這麼一個 是啊 所以就算了 這些事情就算了 最好 是的 是的 有關部門 即刻出新聞 說不關他的事 OK 是啊 沒辦法 只是說一句 我不罵 我不煽動仇恨 沒錯 大家都認不認 你先 那些事情大家明白 大家明白 我看得很快 沒錯 我沒有付錢 如果我放下去 我好像輸股票 你覺得我不會不罵 迫閒 是的 人們說迫閒真的很少 可會給四萬人 所以我沒有聽 算了 真慘 看都沒有溝通 拍張照 是的 拍照是那個MC 很尷尬 我覺得 很尷尬 我想他們是否不懂聽英文 阿根廷人是否不懂英文 美國那邊心目都會用英文 哈哈 不落長文 沒有箱都不落 嗯 去日本它下不下嗎 反而想知道 一定下 一定下嗎 這麼嚴重 不是 我又覺得這樣 你給我 有張箱給幾個 小粉紅會 不理了 如果你去日本 日本落場 看不起我們 看不起我們 看得到大會場 哈哈 任何箱 然後落機笑了 沒錯 哈哈 西班牙文 是嗎 不是呀 比較懂的 變了國際新聞 是的 知道大 全世界都是 很威風的 香港 搞難勝出 全世界都沒有你 你真是有效果 香港人都生氣 但是我真的 不知道 生氣是哪個位 你覺得是 收了錢不出場 但是問題是 我問他不是真的傷心 這是我覺得緊 你問我的話 我反而想知道這件事 嗯 真的 敢起私離開香港 離開香港 不過國安法事後 煽動仇恨 還不是 整個香港火滾 開什麼記者會 是 浪費政府資源 是的 哈哈 又再看看 剛才有人說 361度 認起 是 估計不到 就是消費降級 還是基數很低 純粹 他又不算 不過你覺得他也升不起 庫存良性 挺好 是啊 這隻 這隻算了 這隻數一向 我以前有炒過的 我以前有炒過的 361 是 但這隻東西 不時看得太好 雖然有型氣 但你見 說真的有型氣 這個時間 這些服裝 這些 是 是 是 而且本身已經股價低產 是的 大家知道 你今天 2億1 2、3、3、1都沒有這些消息 都有升 是嗎 嗯 2、3、3、1去到18元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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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聰明 很久 16個多的理齡 真的這些都是那句 嗯 我真的算數 是啊 認明是太公民 1、3、8也很傷 1、3、8、6% 現在做甚麼 所以你想想 沒有的 A庫呢 A庫呢 好像跌得多 看看先 但我都不知道跌那麼多 1、1、3、8 A庫現在跌跌 跌跌 跌跌跌 跌跌跌跌 A排也是 1、3、8都是差 開始2、3、6 直到我沒有跌 3、1、6 那些 1、3、8做甚麼事 不知道啊 遊玩那些沒甚麼特別消息 不過算了 自隊 是呀 自隊 算了 2、3、2很厲害 渣渣輝 今天跌過6、7%的 現在跌過2% 最低43.5% 現在45.7% 現在很厲害 剛剛阿力 Solo不要買了 我都同意 真的Solo算了 可能小看兩眼更開心 是啊 留一些精力 看看是否要顧好過 A股 A股 現在怎樣 看看 都是在高位上 都還好 港股 都是70多點 我比較希望港股 你起碼給大家200多點 給大家一些信心 會好少些 其實我算過四星2000點 大家沒有信心 200多點 2000點 我走了 你不是對他有信心 不是對他有信心 我起碼有動作先 增加港交所收入 都是為對 都是對 1896今次都沒有 對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一會 我這些就是壞 贏 又不敢贏 輸我 沒有什麼所謂 由他去輸 那又是開波那一下 又是有自隊 現在你看他跌了1.2% 其實是適合陽太玩 其實1996 是啊 這樣打下去 是啊 都算是 對 一到8元 之前好像有人說過的策略 是否去到8元就入 好像是 是 好像是 你都賺 但今早你見他 你見他今早的跌勢 那一刻 如果你沒有看著他的盤 你都挺害怕 我沒有 我就是沒有看 所以其實不如開市前 開市一個小時不好看 我們做節目才開始看一些 好像正常一些 我真是說笑 因為那時候 那個氣氛又不是特別好 這陣子又是靜一點 真的剛才那三幾個字 那些故事是亂來的 真的亂來的 但是撿雞也是很好撿的 是的 但是你又真是 有時怕A故 A故你今天這樣彈 你又不知道明天的載店會這樣彈 你不知道 是 我記得我之前有看過這些 一些撿雞的 但是我是看卵的 看卵還是看ETF 就是看看有沒有一些傻的盤 撿出來 有的 真的 就馬上吃了 開錯價 開錯價 自己開錯價 跌下去6元以下 都不奇怪 Tony 不知道跌什麼 其實我笑話 其實我自己上個星期 星期五那一晚 才等到節目 有時間去看一些新聞 看油運 沒什麼 還覺得還可以 而且還覺得還可以 誰知道今天 到底發亂之錄下去 好像都對什麼 都是他 這一隻現在 又撿得又不是多 那就由他 我始終覺得有時候 再考一下自己硬過 沒什麼 又輸不及 阿里巴巴的新聞 是說 這個新聞 全部轉燈 全部升 是嗎 對 連上總指都升了 所以港股就好不分 少少 但又沒見到很彈 哇笑 港股這邊 剛剛有八個新聞 其實我想說 是負面的 我不太明白他 其實是升什麼 為什麼呢 你試想一下 其實這個東西 原先 就是港股那一堆東西 原先是 可以安排上市 即是高估值上市 即是希望 你試想一下 你上市高的東西 即是上市 高的東西值錢些 還是 飲料出去值錢些 飲料呢 即是因為現在傳說 買馬先生 和這個 好像什麼 那個大運發 那些得賣場的 賣了他 賣了他 但上禮拜還沒有傳說銀貸 是的 但你想想銀貸本身 當時買回來 是過百億的 你現在要股一定是虧股的 是 但你之前想過 他之前經常說 什麼 賺東西 什麼東西合不在一起 我家裡也很上市 那你為什麼要做這個 原因就是 你想把舊東西的資產 價值去最大化 沒錯 這個當然是你好 但你現在不是 你現在想買 蝕賣 為什麼好消息 你說他又會等錢用 那你又說什麼 你還要增加現金樓 那些 套演那些 他都不需要 所以你這樣算的話 要是你覺得那件事 很淡 你現在要脫手 要是你不知道你做什麼 所以你問我這件事 一定不是好事 不是 白癡先生是好 但是看你本身的做法 但是是估值 估值的問題 估值應該對了很多 沒錯 你想想 其實你推上市是最好的 推上市 你拿一個 CAP水 而且拿一個價值 一定是最美的價值 所以現在才這麼少 那些什麼分拆上市 因為現在你的股息不漂亮 對 我CAP水 都不是一個最大的利潤 對 所以如果現在這一刻 你要分拆上市 一定證明你 保持 一定是 如果是好東西的話 一定保持 對 你要選擇分拆幾百 一定保持 對 對 如果是好東西的 我為什麼不等遲些 對 所以你好像之前說 什麼 什麼 吉利 分拆極卡 還是去美國上市 我第一個反對 我雖然沒有差 突破 但我都說 你怎麼找最差的時間去推上市 沒錯沒錯 但是如果這樣的話 你當然不會這樣做 嗯嗯嗯嗯 是啊 今年股票質額的錢 強平金額漸費很少 都沒有什麼問題 Tony 都是一些投資者會實際一點的 就是看你的錢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跟進去 深情市升了1% 是啊 所以你的A股有時候 天月地 興趣 但我還沒看到有什麼新聞 沒有什麼 不懂得知道 所以我都不懂得知道 所以我都不懂得知道 真的不懂得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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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看到它升就行了 證明有些資金 不就是要看持續性 你現在2點鐘 可能是2點半 我要看看你 是不是真的你 第一你放了多少錢下去 我都要考慮一下 你玩多 是否以後天天放3% 你可以拿這塊錢出來 沒有 不過話說 現在美團的升4.6% 是啊 夾美團 是啊 夾美團 還有夾友邦 今早看到友邦都好像那些一樣 但是 阿里和700那些 不算說升得很厲害 是夾美團 我覺得阿里 你理性點想 阿里那個消息真的不是好事 我真的不覺得是好事 所以你說她 原來她星期三出業職 阿里爸爸 是啊 會不會up了呢 會up了這些分拆 賣東西 不是 對 我對你拆應該真的不拆 但你會不會賣東西 希望她不要說 如果說一對 我真的覺得不太好 很可笑 敢輸不敢贏 是啊 我也是 忍牛 忍牛 但如果這個二分廣告 現在升幅又不算 很厲害 升百多點 咦 我想說什麼 去看啟德 啟德 啟德什麼 先 啟德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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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過是這麼久 現在兩點鐘 暫時升百多點 又不算很多 好啦 都是盲著A股 對 A股 不知道她會不會有什麼政策 我想純粹是 拿錢出來 拿錢出來 然後頂著 明天再跌 明天再頂 明天再拿錢出來 沒問題的 你再頂不會有人反對 是 好啦 這次和大家聊到這裡 Stan有沒有時候上去看好分 有和大家辛苦了 哇 宋宇向做倒星 2382 是吧 你現在搞笑一點 嗯 好啦 好 穩著自己看實些東西 希望好一點點 這個市倒星的時候 大家創 楊太太的創也好 是啦 好啦 這次 好啦 原來有很多紅仔 原來二二六口正常 你撲不撲 你撲不撲 撲不撲 是呀 出都出不及 你撲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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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啦 這次和大家聊到這裡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述好分 有 謝謝Stanley這麼詳細 粉絲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待會再見